在汽车界都说奔驰不坑穷人 但在新能源时代 这个名号或许应该由高和来继承 高和属于造车新势力的一员 自定义为高端品牌 旗下在售的新车只有三款 第一款HiFi X最高能卖到80万 第二款HiFi Z 61万起步 后来可能是销量太过于惨淡 又在今年新整出了一台HiFi Y 价格相对便宜点 起步价33.9万 咱就先不说车怎么样 就光这价格抛开刚出的HiFi Y 高和算是国产新能源汽车天花板 应该没意见吧 面对如此高昂的售价 外界也不乏质疑 这么贵的车真有冤大头会买 事实上这车还真有人买 2022年一整年高和累计上显量为4349辆 平均每月也能卖个300多辆 甚至高和官方还宣称 在国内50万以上豪华纯电车市场 高和连续占据这一细分市场的销量冠军 这话也不能算是吹牛 毕竟定语加的足够多 国内在售超过50万的新能源车 也确实没几个 高和凭什么卖这么贵 又是如何成功割到这些富人的韭菜 本期视频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神秘的高和到底是什么来路 如果你对下周回国的贾跃亭有所了解 那就很容易看懂高和的故事了 放几张图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贾跃亭的FF91 这是高和HYPX 是不是看着非常像 都是贯穿式LED日行灯 侧面淡化壁柱 对开门设计 贯穿式尾灯等 之所以长得这么像 和两个品牌的老板脱不了关系 2014年 高韩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的贾老板 在美国成立了法拉第未来 投入到FF91的研发中 第二年贾老板发了个微博 庆祝一位名叫丁磊的大佬加盟乐视 任乐视汽车联合创始人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两年后 乐视资金链断裂 贾老板飞去了美国 被忽有瘸了的丁磊 在17年迅速离开乐视 转身成立了一家名叫华人运通的公司 成功组建高和这一全新的品牌 和贾老板正式分道扬镳 说到这里 必须解释下丁磊是谁 此丁磊不是网易的那个丁磊 而是一位大半辈子都在和汽车打交道的行业老套 早在1988年 丁磊就进入上汽大众工作 先后担任过上汽通用总经理和上汽集团副总裁 从2011年起 又调任上海张江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总经理 最高做到浦东新区副区长的职位 还曾主导过特斯拉落户上海的项目 至于为何会突然弃症从商加入乐视 真是原因不得而知 可能假老板PPT做的确实吸引人吧 下面话题回到丁磊成立华人运通的故事上 当时外界一直有种说法 乐视汽车虽是贾跃亭成立的 但因为丁磊更懂汽车 其实很多造车细节都是由丁磊负责的 因此高河的HIFX和乐视的FF91外观上相似 要么是丁磊在乐视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自己想要造的车是什么模样 又或者是与贾跃亭有着某种造车共识 换个角度来看 高河HIFX可以理解为FF91的国内平T版本 可能是受到了贾跃亭的影响 丁磊同样注重生态 要做汽车界的苹果 2018年丁磊开了一个战略发布会 台上的PPT里展示了三款造型极度浮夸的新车 并且提出了一个华丽的概念 高河要打造引领人类出行方式的 革命性新能源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 未来交通系统将由智能汽车 智节交通 智慧城市三大板块组成 看到这里是不是很熟悉 你一个新品牌连车都还没有就开始喊生态 和贾老板几乎一模一样的套路 就当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画饼的时候 没想到两年后丁磊真的把车量产了 这其中就不得不提江苏盐城这座城市了 自2017年奇亚在华的销量暴跌之后 高度依赖汽车产业的盐城慌了 决定像当初引进奇亚一样再赌一把 找一家新能源企业合作 以弥补奇亚的颓势 在这个背景下 盐城国资下属的江苏悦达入股高河 成立了华人运通江苏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奇亚位于盐城的第一工厂停止生产 经过改造后 以长期租赁的形式被高河拿下 至此 高河不但解决了造车资质的问题 也成功傍上国资 不再需要为资金而担心 得益于奇亚留下的机器和生产设备 高河轻装上阵 造车速度非常快 仅用100天就顺利完成了 首台车的市场工作 而彼时 大洋彼岸的贾跃亭 除了高喊下周回国外 也第一次放出了FF91 要在2020年9月量产的消息 戏剧性的是 2020年9月FF91并没有量产 相反 同一时间 高河却把旗下首款车型 就是那个和FF91高度相似的 HyperX创始版摆上了发布会 宣布正式上市 四座版定价80万 六座版定价68万 默默无闻的高河 一跃成为国产新能源车的 价格天花板 高河凭什么卖这么贵 创始人丁雷给高河的定义有提到 我们是创造作品 而不是商品 OK 这就很明显了 人家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造一台大众审美的车 凡是定位小众 扯到艺术的东西 肯定不会便宜 我们拿HyperX举例 这款车仅从外观看的话 和当初PPT里的造型差不多 非常的科幻庞大 尤其是那个NT展翼门 符合土豪要面子和大玩具的属性 内饰的话 正面是必备的大屏幕 智能化方面也是一大堆传感器 最震撼的是灯光 奥迪看了都得沉默 前后大灯支持表情包功能 甚至还能自定义编程 用来当作投影仪视频和文字等 反正简单的理解 这就是一台极具科幻感 各方面堆料十足 并且很吸引眼球的纯电动豪车 但这些表面华丽的东西 很快就被质疑 过度炫技 滑而不实 就这卖80万 凭什么 技术品牌口碑 还是花里胡哨 当有车主提出实际体验后 高和的弊端也逐渐暴露 首先就是 除了华丽的炫技外 根本拿不出能够支持 作为这一豪华品牌的定位的自演技术 整个车上营造豪华属性的功能 几乎全是供应商提供的 特别是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三电技术 智能化核心等方面 更是十分缺失 甚至在组装过程中 高和也出现了丑闻 2022年7月 高和收到一份 有50名车主委托的律师函 要求退一赔三 理由是 高和HIFX在音响 内饰 电池等多方面 涉及虚假宣传 这件事里最知名的例子 就是音响设备 宣传写的是 Moradian 英国之宝品牌音响 音响照上的logo 也是Moradian 但车主拆解之后发现 其实是国产的上升品牌音响 此外 还有车主反映 高和车机卡洞黑屏 自驾系统也bug频出 对于一款售价80万的车 这样的体验确实很糟糕 定价高昂 口碑不佳 高和注定销量一般 2021年5月 新车开始交付 2021全年累计销售4237辆 其实吧 一个新品牌 这么贵的价格 发售7个月时间 能卖掉4237辆 不算是太差 但2022年底 高和另一款车 Hi-Fi Z上市了 60万的价位 原以为 多了一款便宜点的车 销量能够继续上涨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到了2023年 高和自己不再公布销量 第三方汽车垂直网站 也不收录高和的数据 网上零碎的媒体信息里 有人认为 今年前5个月 高和的上显数是383辆 如果此信息为真的话 那高和确实是真的卖不动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上述提到的车子本身出现问题外 我们可以从高和受众群体来分析 到底什么样的人会买高和 有媒体调研过 购买高和的车主 自家车库里 不乏劳斯莱斯 宾利等一众豪车 之所以买高和 主要是出于猎奇心理来尝鲜 再来看另一组数据 国家统计局曾在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里提到过 中国有车家庭比例是41.67% 这其中81.2%的家庭 开的是20万以下的汽车 拥有的汽车总价 在50万元至100万元范围内的家庭 占0.88% 而拥有的汽车总价 超过100万元的家庭 仅为0.27% 这么一对比的话 能够买得起高和的人 大概就是那不到1%的富人 指望这个小群体 来支撑一个品牌价值低 且小众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 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高和想要自救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能走 一是降价 推出几款便宜的车型 让更多人买得起 二是把车卖到全世界 和全世界富豪的韭菜 首先看降价这款 今年7月份 高和新推出了第三款车型 Hi-Fi Y 指导价为33.9万至44.9万元 这款车定价虽大幅降低 但充满逼格的智能展艺门 依旧是标配 给足了仪式感 或许是市场反响不错 高和也终于赶公布销量了 官方说8月份 Hi-Fi Y交付了1021台 开局还不错 就看能不能保值了 毕竟这个价位 魏小离可不是好惹的 其次看高和的另一个动作 即出海卖车 早在今年4月的上海车展上 丁磊就表示 2023年要重点开拓海外市场 欧洲和中东市场将是第一波 然后没过多久 沙特就和华人运通签订了协议 拿到了约400亿人民币的投资 7月份 丁磊又把车运到英国 参加古德伍德速度节 这个富人玩的速度节 参赛的基本都是西式超跑 或价值连城的古董老爷车 高和过去凑热闹 可见是多么的想割海外富豪的韭菜 就在9月初高和算是初步成功了 在德国慕尼黑开了首个海外体验店 海外富豪到底买不买账 或许可以看看接下来高和敢不敢继续公布销量数据 最后 我们再讨论一个新势力品牌离不开的话题 高和会不会因销量不佳破产 沙特的400亿看似很多 但对新势力来说 两三年差不多就能亏完 事实上 融资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 拿得出手的销量才是 高和想要步入正轨 就凭目前的表现 很难很难 除非能够拿出来真正令人广泛接受的核心卖点 当然炫酷的外观设计不算 另外 高和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凡是定位豪华或者小众的汽车品牌 基本都逃不过因销量少而破产倒闭或者被收购的结局 强如宾利 劳斯莱斯 法拉利 都要背靠一个庞大的汽车集团 阿斯顿马丁历史上有过七次破产经历 如今被吉利入股才稳住 高和好在还有点特点 也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了高端的印象 其最坏的结局 也是最好的结局 就是被某个大型汽车集团收购 有大集团的财力加技术支持 才有底气在小众的赛道 独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